1.赵山河工会正式开业 紫禁城赵山河和小龙女联手打造90066锋芒工会 将在今晚正式开业 在开业仪式中赵山河将鉴定大量1604元 同时还会送出苹果手机等礼物 2.传音比拼收藏品 玩家发传音展示自己的收藏品零级剑书 区内另外一名玩家不服 直接发出了25集的三眼天珠 表示自己的天珠才是梦幻收藏品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两样物品 哪一个更加稀有啊 3.巫童打废酒技能工地厅胚子 近段时间巫童在直播过程中经常打工地厅 昨晚他又将一只胚子打成了瞎子 工地厅与法地厅相比 看上去打出难度更加大一些 4.梦幻币收画费 玩家的手机没有画费了 直接在游戏里中用梦幻币收起了画费 看来梦幻币在梦幻玩家的世界里 真的是无所不能 5.波罗怒吼霸气归来 老将波罗时隔4年多 终于在紫禁城服战队夺冠回武神坛巅峰 在官方制作的PK短片当中 波罗全程怒吼可以 宣布了自己的亡者归来